哈囉 大家好 我是Alice凌云 今天要帶你們開箱我的新家 我每次走回家的時候 從捷運站走回來 一看就知道 喔 那就是華山川 對 它就是很與眾不同 建築的弧度 就像是水波的感覺 我記得第一次進來 然後往上看 它連天花板 玻璃啊什麼 都是精心設計的 連這裡都不是 停停的這樣看出去 那時候真的 一天大概可以看到 七八戶吧 我真的是已經 半放棄的狀態 就是覺得台北可能真的 沒有我想要的地方 真的是緣分 就是走到這裡 然後自己看到 這棟建築的細節 感覺廠商放入的心血 我當時本來要 立刻搬進來的 沒想到最後 買了一個毛培魚 因為真的是 沒辦法放開這個機會 這邊左邊就是我的臥室 但是我回家 第一個去的地方就是這邊 這裡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小角落 我早上起來就會直接泡杯咖啡 到這裡喝 我也會在這裡看看書 曬曬太陽 那這邊就是我的書桌 也是我的工作的地方 我很喜歡這個整個都是開房的空間 因為我覺得在一個空間不大的地方 一望過去所有的人都看到 我覺得是會讓人家比較舒服 這附近生活經驗真的非常好 突然需要什麼 你半夜需要什麼 你到附近都有 你甚至不用開車 東江路啊 長安東路上面都有 然後那邊就是三窗 我非常常去三窗 你搭車搭捷運一下就到台北車站 這裡就是放鬆的地方 有個沙發 挑的都是自然色 地板也都是比較亮色系的 這樣子整個空間會看起來比較亮 所有東西都是做隱藏式的 冷凍庫這都是做成隱藏式的 也跟所有廚房的紋路連在一起 就連這個客裕都是隱藏的 東西我都希望它不要加工太多 就是保留它最原始的模樣 我也特別對華山川有好感也是因為 它有日本的一些細緻的點 但是它有西方的氣派跟大法 華山川它的擺設也沒有太擁擠 這裡客裕就是有挑高那麼多 所以一進來你其實就是一種很翻唱的感覺 接下來就要到我最喜歡的房間了 這是特別設計的一個合室 我平常就會在這裡靜坐 讓我能靜下心的一個空間 還會陸陸續續填一些東西 但是每樣都要是非常喜歡的 所以還要一陣子 所以有機會的話再請大家來看看囉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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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謝謝 感谢观看